大家好,特別是有剛剛做的就是 Count if 格式的話就這樣啦 出現格式有沒有 那本來分數裡面 沒有以1萬為分5的 沒有關係,你可以自訂一下 那同樣的方式 其實在Excel裡面的格式 其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去 修改 它的格式 也許本來上面沒有的,沒關係 你可以自訂一下,所以我們補兩個0就好了 那當然其他的話 如果你不想知道 暫時不知道沒關係,其實每一個 像問號、警號 其實都有它的意思的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了解一下 裡面的話可以變出很多的格式花樣 這也是另外一個 世界了 如果你會的話 那很多地方就可以格式化出來了 OK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做出 用複製格式 刷子特別注意,它還有分 刷一次跟刷兩次 點一下的話就複製一次 點兩下就是連續複製 這個我想自己再去玩玩看 然後最後的話 排名的話就是按照合計裡面去排名 那排名怎麼排名 殘留函數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用統計類裡面的 RANK.EQ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 找到R開頭的 RANK.EQ裡面的那個 OK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我們按確定 然後它有三個問題要問你 第一個問題是 LUMBER LUMBER就是 你的合計是多少 是這個 那你的REF 如果你看到REF通常是一個範圍 reference 或者你看到array 或者reference 反正這個REF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英文叫reference的縮寫 reference應該是參考資料 或參考範圍 那指的就是什麼 合計這個範圍 我們可以游標點D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OK 然後呢 記得因為等一下 我們會向下填滿 所以呢 記得就是說你這個地方怎麼樣 這個範圍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記得把2跟41怎麼樣 前面加錢的符號 這樣就OK了 前面加錢的符號 鎖起來 這個也把它鎖起來 OK 這樣就OK了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用定義名稱 如果定義名稱的話 那這樣 是不是更簡單的 以後就不用再什麼鎖 然後呢 直接就是給名稱就可以了 比如說給合計 其實可不可以 可以喔 我們先把這個做出來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就全部排名完成了 那如果說假設 我剛剛提的 如果說假設 你這個地方 不用D2跟D2到D43 而是用名稱的話 那我們其實 可以先把這個範圍 我希望把上面Ctrl-C 下面的話 Ctrl-C向下 然後呢 把它給一個名稱叫合計 就剛剛Ctrl-V C這邊Ctrl-V Enter 意思說 這個範圍叫做合計了 OK 這個範圍就要合計 以後的話 你如果Rank點EQ的話 這邊呢 就不需要 你就直接按F3 然後給合計 那這邊的話呢 按F3 也給合計 這樣都OK了 不過你可能會想說 老師不對啊 為什麼兩個名稱 為什麼都一樣 跟各位講一下 他這個還蠻奇妙的 因為你給的是合計 指的是整個範圍 D2到D43 但是如果說 他只要一個Lumber 意思是說 你給他一個範圍 有沒有 整個範圍 但是他只需要一個資料的話 那他就會自動去抓到 這個範圍裡面 相同列的資料 OK 所以這個是 應該怎麼講 應該算是 可能要稍微轉個彎的地方 OK 所以喔 這個合計指的是 那個範圍裡面 跟目前相同列的 那個資料 把他帶過來 而不會全部抓 那如果他是需要REF REF就是需要一個範圍 那他就會整個範圍抓過來 所以你會看到 右邊這邊 他這個就只有抓哪裡 抓同一列的資料 那這個的話 就是抓一個範圍 就一個陣列 把整個範圍抓過來 所以這個概念要有的話 那就應該簡單了 他好處就是 你根本不用管說 哪裡要鎖 哪裡不用鎖 有沒有 按確定就好了 然後呢 欸 異位 第三個其實不用 我看一下 合計合計 欸 26 26答案出來應該是對的 他們變異位 那應該是這個格式 假設我delete掉 重新再來 理論上應該是 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RANG.EQ 然後F3 合計給他 這個應該看起來對 F3 然後這個範圍OK 這個26 對OK 那可能是我剛剛做的公司 他可能還有記錄一些訊息 在他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我就把它刪掉 重來就OK了 然後呢 他會 什麼什麼 相鄰 OK 您的公司傳回多個值 因此我們會將溢出到 鄰近的空白出聲格 意思是他自動填滿了 OK了 了解 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說我用定義名稱的話 這個就簡單了 另外有個好處 就是如果將來你寫VBA的時候 有沒有 一個字都不用改 直接把公式貼上就可以了 OK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把這邊改寫一下 1234有沒有 那如果今天希望喔 寫出一個VBA 這個VBA的話就是什麼 把這邊先清除掉 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的話 清除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這公式全部都填 填上 填上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啦 就是 像這些 B2變B3變B4 那這個就會變成I 那這個也是這樣 這邊A2下來就A3 所以這個會變I 那這個也是A2變A3 可是你會發現排名 它下一個還是有沒有 還是一樣 所以啊 如果你假設喔 配合VBA 丟公式的話 那你只需要什麼 把公式貼上去 什麼事都不用做 不用改 就OK了 可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那個RANK.EQ先還 然後方便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試著再寫VBA 另外還有一個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 因為其實為什麼要算它的機率 誰高誰低 那當然喔 就是我想知道 到底那個排名在前七名的 是哪幾個號碼 所以喔 我應該把後面可能F欄再增加一個欄位 叫做前 前面的 因為 假設如果我已經知道 這個 排名的話 那我希望做一件事 乾脆幫我把前面 排名在前面的七個數字 自動幫我列表 那我好處就是說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前七名的數字 當成是 我 這個 將來要簽 就是要選號的參考 那怎麼樣把那個 前七名的那個 排名把它列出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待會再來看喔